在保守宗教社区里身为宗皮肤和同性恋,无异于被缓慢处决。 小时候,我因为娘娘枪而受欺负,我总感到软弱无助,后来情况更糟。 我无奈地向家人出柜,结果被赶出家门,政府当时也在打击彩虹人群。 我处境危险,我本来可能要赌上性命,铤而走险。 但索性拿到签证,离开了我的国家。 安全之门,由此向我敞开,找到自由之后,我想帮助别人。 我学了法律,关注社会中处境不利的彩虹人群。 尽管仍有流离失所的感觉,但我深知自己的幸运。 我希望帮助他人可以抚平我过去的创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